丁燕宇航坏消息,小牛队17人大名单已满,小丁加盟NBA仅胜理论据小牛队随对记者报道,达拉斯小牛队几天前与达雷尔梅肯签下了一份双向合同,这也意味着小牛队的15份正式保障合同和两份双向合同已经签完,新赛季丁燕宇航要想加盟小牛队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, 梅肯斯执控球后卫,毕业于阿肯策大学,场均能够拿下16.8分2.9个篮板3.94助攻,三分命中率达到40.5% 在今年夏季联赛中,梅肯共队热火出战7场,场均得到7.9分2.6个篮板和4.7次助攻,这位控球后卫在大学时是个非常优秀的投手,据梅肯的经纪人透露,有几支球队位梅肯 提供了5保障合同,但是小牛队更有诚意,直接给了一份双向合同,所以梅肯选择了为小牛队效力,而在此前,小牛队已经签下了老将德恩哈里斯,因此他们的两份双向合同已经用完, 再加上已经确定的15人保障合同,小牛队下赛季15加2的名单已经满员,这份名单就应该是小牛队新赛季的参赛大名单了,除非有极大的变数,否则不太可能再有人员更改, 丁焰宇航自前也跟小牛队签下了一份合同,但是这份合同是一年底新切包含转化为双向的合同,但此时它已经落在了梅肯的身后, 虽然说下赛季代表小牛队征战NBA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,但是如果丁焰宇航能够在季前赛上又出色发挥的话,说不定会引起其他NBA球队的注意,只不过小牛队的大门,现在正在缓缓关上。